特殊儿童出生就与普通小孩不同 他们发展明显落后或者行为异常 而这也导致他们面对各种不同的困难 如学习上、生活适应上和人际互动上 而教育是可以改变和帮助他们的 今天我们非常开心邀请到Ms.Law Ms.Law 你好 你好 Ms.Law她是一名特殊教育老师 然后现在她也是有属于自己的一间特殊教育中心 名叫Hedging Center 那Ms.Law其实是什么原因让你开始成为了一名特殊教育老师的呢 嗯 其实我一开始的时候并不是一个特殊教育老师 我是一个儿童心理学家 嗯 所以当初的时候是在遇到一些比较特殊的客户的时候 就有一个名孩子啦 所以我觉得我自己的能力并没有到那一边 就我只能够聆听他们讲什么 并不能够真的去帮助他们 所以就会开始了这个想法 就想要去想要知道要怎么去帮助他们 然后过后就开了这个Sender 那目前马来西亚的话 特殊教育老师会很多吗 还是很少资源还是会不够 所以因为很多很多特殊教育孩子 可是特殊教育老师就非常少 对对对对对 就那种争夺助手的局面啦 对那如果是有兴趣想要做特殊教育老师的话 他们是可以在马来西亚给报读到这门科系的吗 还是必须要到外国去深造 不一定 你都可以在这边报读到 其实现在很多大学都会提供这种科系 有些是早期教育 有些是special education 有些只是early education degree 这样子 所以其实是都有很多 不需要一定要去到外国才会有 对 所以是必须要专攻这个特殊教育的 这个科系比较好吗 还是其实儿童教育 比如early childhood的话 也是可以做到特殊教育老师 其实都可以 重点是当你毕业了过后 你要不停的去提升自己 要不停的去 掌握不同的那些 course programs 来套用你自己 因为这个是一个很广的那种范围 所以当我们说一个特殊孩子的时候 我们其实就包括了他们的预约能力 他们的智能能力 他们的物理能力 所以其实是一个很大的范围 所以即使你是master from special education 就特殊教育必约的话 其实你也未必能够了解完他们全部 对 那因为刚刚你有时候提到你是儿童心理学家 嗯嗯嗯 然后我也知道你们的中心是有融入了 游戏治疗和特殊教育 就是融入在一起去帮助孩子 为什么当时会想要结合游戏治疗和特殊教育 去帮助孩子们呢 其实游戏是孩子的天分嘛 就每个孩子都会喜欢玩嘛 对不对 可是对于特殊儿童而言就可能会比较困难一点 为什么呢 并不是每个特殊儿童都会有这样子的情况 尤其是自闭症啦 应该说 自闭症的孩子他们通常都不知道什么叫做游戏 游戏是什么东西来的 所以他们可能就只会沉醉在自己的世界 他们觉得那个轮胎好好玩哦 一直滑一直滑一直滑 可是他们并不知道 那个汽车其实是向前走的 所以他们就只沉沦在那个轮胎一滑一直滑 可是他们不知道这只是游戏 对 这个是一个玩具 他们并不知道这个是一个玩具可以玩的 所以如果你要用游戏去教育他们 首先你要先介入他们的世界 为什么他们会觉得这个好好玩哦 我拿一个轮胎给你在那边滑滑滑 你会觉得好玩吗 你会觉得一下子就在干什么 可是他们觉得好有趣 他们可以玩很久 对 他们可以玩一整天 所以他们为什么会觉得好玩 所以你要去了解先 就好像我刚才说的游戏是孩子的天分嘛 对 如果一个孩子没有那种兴趣想要去沟通 想要去玩的话 他们就不会有那种兴趣想要去社交 这样子的话就会影响到他们的 overall development 就全面的发展 所以因为你没有social intention 你没有社交的能力 这样你就不会有想要去develop 你的语言能力 你的发展你的语言能力 这样你就不会去想要跟人家有更多的互动 这样子的话你全面的发展都会变磁环 所以游戏其实是可以带动孩子的发展 可以带动孩子的教育的 只是说看我们怎样去把游戏介入治疗这样子 对对对 那除了游戏治疗啊 你们还有结合了什么治疗去帮助孩子吗 其实有很多不同的治疗 比如像语言治疗 语言治疗 智能治疗 物理治疗 心理学 心理治疗也是一个蛮重要的一个expert 所以其实是很多东西在一起 游戏治疗只是一个教育的方式 所以当然你可以融入行为上的治疗 AVA therapy floor time circle time 或者是teach 或者是talk about 所以其实是很多不同的教育方式在一起 所以是看你怎样去运用它们 那当初你是怎么接触到游戏治疗呢 其实早期的时候 当我还是儿童治疗 儿童心理学家的时候 就已经知道 对对对 过后我觉得说 我们应该要更加有效的去运用这个治疗方式 因为游戏是一种孩子发泄情绪的一个平台 对不对 所以我们要怎样把这种发泄情绪的平台 跟教育融合在一起 所以其实是一个很大的学问 对 因为就好像刚才你说游戏是孩子的玩的那种天分嘛 只是假如说当你带一个特殊儿童进来的时候 你可能就不知道要怎么跟他玩了 因为他你可能这样过来我们来玩车 他可能就走掉了 你在做什么你是谁 对对对 突然觉得你是谁啊 为什么我要听你的这个人好奇怪哦 所以他们就有这样子的想法 所以这个就是 这个就会是另一种学问了 所以这个对你来讲是一个挑战吧 就是当你去接触孩子们 对这孩子们就跑掉了 其实刚开始给一个新人来讲 所以一个新人性的老师来说的话 会是一个非常大的挑战 你会觉得很挫折 很伤心吗 因为你跑去接触孩子 可是孩子就跑掉了 没有错 然后你进到一个班上 然后那个班就只有你跟四个孩子 或者是一个孩子啦 可是那个孩子你看他我看 你就觉得这个人在干嘛 这个人为什么会在我的事件范围里面存在 所以你会觉得你被无视的感觉 然后过后你又不知道你做的对不对 对不对 为什么孩子 对 为什么孩子没有给我任何反应 所以可能他们会喊 为什么他这样讨厌我 所以你会觉得很挫折 那像这些有特殊情况的儿童们 有一些是先天性的 有一些是后天性的 对吧 那家长要如何去发现到 其实自己的孩子是有特殊情况出现的 有什么特征吗 所谓的特殊儿童其实是有分不同的状况 所以比较明显的就是唐室儿了 唐室儿你在baby的时候你就会发现了 所以如果你有去验的话 所以比较不那么明显的就是直笔症 直笔症跟语言发展的缓慢 会比较不同 所以你要怎样发现到孩子 如果属于那种比较不明显的 你要怎样知道孩子可能需要特殊的教育 特殊的教育介入 或者是特殊的帮忙 你要看孩子的发展 所以当孩子到一岁的时候 他应该已经学会爸爸妈妈 应该已经会爬 开始会站起来走了 可是如果到那时候他还没有 有这样子的行为的话 他没有会走 他没有会开始讲话的话 你就要开始注意了 然后两岁的时候 他应该已经会讲两个词的句子了 譬如讲说 Where is 爸爸? Where is kitty? 妈妈在那里 我要 给我 所以这些单词 它们开始会连接在一起了 所以如果到那时候 他还没有这种语言能力的话 这样你就要开始注意了 另外一个就非常明显 就是讲说 他到一岁过后 in seat of叫爸爸妈妈 出 他会跟你讲说 ABC 或者是他完全没有叫你爸爸妈妈 他就只要跟你讲颜色 桌子 一只狗 都不叫爸爸妈妈的话 这个你也要开始注意了 为什么呢 因为他还是会讲话 对 他会讲话 可是他的社交能力 非常非常非常有限 有限 他对外在的东西 就食物 或者是没有鹰 没有动物那些东西 比对人有兴趣的话 这样你就要开始注意了 嗯 那就是发现到有这些问题的时候 嗯 那时候儿童的那个黄金器去治疗 是在几岁之间会比较好的 六岁之前 那如果在六岁之后 会有什么不一样的地方 还是什么 会一开始变得非常非常的困难 或者是缓慢 因为六岁之前孩子的大脑 就像一个棉花 吸收蜜很强 所以六岁过后 我们说的所谓的 learning platform 已经形成了 就讲说 我已经有自己的 identity 他已经开始自己的想法了 对 自己的 自己的想法 自己的 我是谁 我是这样子的 老实讲我笨 我就是笨的 老实讲我不够好 我就是不够好的 所以六岁起来是最好的 对对对 那时候他们的吸收能力还很强 对 因为他们的脑还是一片白板的 棉花 像棉花这样 对 你丢进水里面 他们就会吸很多的水 所以六岁之前去接受治疗是最好的 对对对 在他们的行为 他们的 他们的 self identity 还没有形成之前 去介入治疗是最好的 对 那Mis Law 对于马来西亚的 特殊教育领域有什么展望 展望吗 当然是希望说社会 就能够接纳他们吧 如果是教育方面的话 当然能够希望做到 全纳教育 所谓的全纳教育 就是特殊儿童跟所谓的正常儿童 在一起学习 所以 另外一个叫做 融入教育 所谓的融入教育就是说 特殊儿童跟所谓的正常儿童 在同一个班上学习 把他们是分开的 就有不同的老师 可能不同的老师在后面 handle 另外一个叫做 隔离 另外一个就是 隔离就是分开 分开 就特殊教育是特殊教育 然后过后 所谓的面线教育 正规教育是正规教育 所以当然我是希望能够做到全纳教育 可是会对孩子来说是一个挑战吗 因为有特殊情况的孩子的那个程度 可能不能够和普通孩子一样 所以在上课的时候会有遇到 会很难去追得上行 会有这种情况 不过如果一个教育中心或者是学校 如果它有足够的资源的话 所谓资源就包括私资就能力资源 还有教材资源 如果是有足够的话是可以的 我们今天非常感谢 Ms.Long愿意接受我们的访问 如果大家想要了解更多 关于特殊教育的资讯的话 也可以致电来咨询 或者大家也可以到面子树上 找Hedging Center 就可以找到他们了 嗯嗯 对